- 版金王 哈囉大家好,我是喬寶 關於抽車的建議在上一集拉法已經有提到了 還不清楚的觀眾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呢,重點主角就是我們的版金王R32 喬寶這次全部都是用積分換的 一共換了四台出來,所以目前是三階的R32 那今天的重點包括0階到三階的成長值 調教建議、塗裝調教、養成建議 那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目前喬寶的R32改度為21改 那我分別會用0階還有3階的R32 跑直線圖還有三井 看一下整體的秒數會落差幾秒 那這台R32的強度在於它的前段加速 前段加速是真低猛 後段急速的部分就真的較差一點 再來是它的轉向還有甩尾 真的是只有舒服可以形容 那如果到時候被暗改了,我會翻臉 那整體來說呢 上了三階後成長非常有感覺 體感上差了非常的多 那最後實測下來 直線圖還有三井圖 落差了大概5到7秒左右 那這之中包含了路線誤差進去 所以為什麼這次我這麼推高階R32 因為0階的R32比較沒辦法發揮出實力 那在整體的性能上也比較沒那麼平均 在成長值上也有飛越的提升 在成長值上也有飛越的提升 在1811分 先說完全不推薦極速 不要想著說它極速很差 就選極速彌補 欸我試過了,完全不行 起步乏戰 出彎慢 手感不好 整體優勢發揮不出來 那這台R32可以說是彎道車 我起初使用的調教是 E3332 後來我想說試看看衝刺引擎 後來改成33332後 發現飄移的手感 那是真叫一個絲滑 整體的上限可以發揮到最大 並且轉向能力也是相當的舒服 黑飄在這台車也不存在 不過要小心的就是 四驅車很容易會外拋 但R32只要控的好 基本上不怎麼外拋的 這套調教分享給大家 真心推薦 當然各位還是要依照自己的手感調整 只不過我認為這一套調教的上限最高 也能比較發揮出R32的整體優勢 接下來是塗裝調教 R32玩下來只有輪胎部分我覺得需要修改一下 就是把外拋的機率修低一點 也增加一點飄移手感 懸吊車身穩定的部分就是降低 不過我是為了帥比較多啦 運動組的車懸吊差異比較不明顯 那對我的觀眾有興趣的塗裝們 可以自行搜尋編號或是喬寶R32 以上就是我的改裝還有塗裝調教啦 接下來進入實戰並且講解養成建議 這台R32整體強度我認為有比86強一點 誰叫86是台暗改車呢 至於EVO的話 EVO還是大哥 不過只要彎到多一點的圖 真的就很難說了 哪怕只要一個失誤 R32就可以超車了 在我目前玩下來的感受中 R32的強度大概就是這樣子 應該能說T0了 不過當然也是要高階的R32啦 這就是相較於86還有EVO的缺點 接下來呢是養成建議 R32通通建議升階 有幾階升幾階 不要0階就對了 能升滿當然是最好 不過3階其實也就夠大了 那如果說你升到滿階 分數還是打在1700或1800分 那我會建議你升到3階就好 剩下的看你要換哪一台車 那要打到1900分以上的觀眾們 我就會建議上到滿階 那總結來說 R32的成長值是必須的 不論我要升911還是R32 我會建議升R32 911不太需要 0階也夠打了 好車一台 真的是非常舒服 好啦那最後呢 就放上一些實戰的片段 那這邊我要再說一次喔 如果到時候R32又被暗改的話 我真的會翻臉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是還在努力的喬寶我們 下次見掰掰 掰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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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